盛大剪彩還請來森巴舞者助陣 高雄龍頭百貨吸收品牌 赤資十五億進行開關以來最大改裝 打造了一個全台首創的精品女鞋 旗艦店很多年輕的客人走不進去 所以我們單品列出來 然後他能夠做一個單獨的一個旗艦店 近五千五百平面積 以精品作為強化主軸展現全新風貌 精品的全部升級為精品旗艦店 引進的除了精品美妝以外 我們還打造了美妝相分的一個特區 今年來面對電商競爭 領袖通路紛紛整併 百貨打破傳統做出區隔化 其他樓層同樣令人驚豔 引進了一百二十四家的一個獨家品牌 二樓很多年輕人愛得輕奢的品牌 那三樓我們有珠寶特區 成為高雄年輕人結婚的首選 總目標二十八億 來電裡祭出最大獎五十三萬 頂級傳票全力充業績 業者觀察今年來客數 較去年成長消費力道強勁 有信心以全新改裝 精品領頭達標週年慶目標 TVB新聞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